What's up guys, welcome back 今天呢我要教大家如何我们用手上现有的加密货币 给我们带来被动收入 我们什么都不用做 每个月通过我们手上的加密货币来帮我们去赚钱 我们废话不多说,Let's go Alright guys, welcome back 如果你觉得这期的视频,这期的内容对你有一点点帮助的话呢 在下面帮我点一个赞,把下面赞点蓝 如果你现在手里有这些加密货币的话呢 我也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帮助到你 你也可以通过手上的加密货币 每个月源源不断的持续能给你带来被动收入 Alright guys,今天我们介绍这个网站叫blockfire blockfire现在是市面上最大的 而且是一个安全性稳定性最强的一个平台 如果大家通过我的这个注册连接注册的话呢 我把注册连接可以放在下面的描述栏里面 大家通过这个连接注册的话呢 你存25块钱以上的话呢 你就可以得到最多250块钱的 250块美金的加密货币 那如果你自己去注册的话呢 你是没有这个奖励的 你只有通过我的这个连接注册才会有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那如果你在里面储存了25美金到250美金的话呢 你有15块钱的BTC啊,Bitcoin 如果呢你最多的话呢存20000美金进去的话呢 那你可以得到250美金的这个比特币啊 你开户存钱以后它就直接给你 OK,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BlockFi是什么样一个平台呢 BlockFi呢它现在啊,在它手下管你的资金呢 一共有4个Billion 4个Billion的话呢就是40亿美金啊 40亿美金,所以呢它现在是目前在市场上 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这个管理加密货币 然后做一个借贷的这样一个平台 那很多小伙伴就问了说 那我怎么样用这个平台呢 去创造我的这个被动收入呢 它是这样的啊 我们只要把我们的这个比特币啊 以太坊等等我们手里拥有的币 抵押给这个平台 这个平台呢它会拿这些币呢 做一些借贷 然后呢我们就会有最高可以达到年率率8.6%的收入啊 这个呢是所有平台里面 现在是市面上所有平台里面 收入基本上可以说是第一的啊 而且换句话说啊 我知道的很多人现在都已经在用这个平台了 这个平台的话呢 稳定性和安全性呢其实也是最重要的 因为说实话我们的这个加密货币嘛 我们第一就是要我们的安全性啊 所以呢它这个平台的安全性呢 首先没有问题 而且呢它管理的资金够多啊 这说明它也是非常有实力的一家平台 OK那现在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这个Blackfire注册好了以后呢 进来的界面就是一个这样子的 这些是我们可以用来做 给它抵押的一些货币啊 分别是啊比特币啊 Ethereum啊 Lycon啊 GUSD啊 PEX啊 PEXG跟USDC啊 USDC就是说是稳定币啊 它之前的话呢还有USDT 它最近把USDT拿掉了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可能是USDT不合规的原因啊 但是USDC是比较合规的 而且呢在所有的稳定币里面呢 我个人最喜欢的也是USDC啊 那如果我们要想把它给抵押给它怎么样呢 我们就是直接啊在这边Deposit 它这边会底下都会告诉你啊 你的年收入多少 6% 5.25% 8.6% 8.6% 对吧 8.6啊 那这边的话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抵押这个比特币好了 那抵押给比特币以后呢 这边直接选择啊 直接选择这个比特币 那我们现在只要把我们的比特币呢 放在这个 发到这个地址啊 只要把我们的比特币发到这个地址就可以了 在这边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如果它是比特币的地址 你一定要发比特币 你不能发以太坊 你把以太坊发给它的话 你有可能就丢失这个东西了 如果丢失这个东西什么的话呢 这个平台是不负责的 OK 那同样的道理啊 如果你像存放以太坊的话 在这边就选择以太坊 然后呢 把以太坊发到底下的地址就可以了 那我们一旦把这个 我们的币呢 存给它了以后呢 那从今天开始 实时 它就可以给我们算利息 而且它的利息呢 是每个月付给我们的啊 每个月付给 一个月一次 每个月付给我们的 然后你什么时候 如果想提现的话呢 就在这边 withdraw这里 直接选择你想提的币 然后直接提现 提到你自己的钱包里 或者提到交易平台 直接卖掉就可以了 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方便 而且呢 说实话 它现在给的这些利息啊 利息 其实说实话 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利息啊 跟其他的所有平台来讲的话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借它的钱 就是说啊 我们在这边可以申请 这个我们需要借 借的话呢 它需要一个抵押品 那抵押品的话呢 其实就是我们可以借 我们抵押品的一半 意思就是说 现在抵给它两个比特币 那我就可以从它这个平台上面 再借一个比特币出来 那就是说我现在有三个比特币 我可以拿去做交易啊 我可以做别的东西 其实都可以的啊 当然借的话呢 我们是有利息的啊 那但是呢之后的话我们还的话是要连 连本带利的还给它的 那如果作为我们一般的人的话呢 我们每个月只想赚它的这个利息的话呢 一般就只要抵押给它就可以了 OK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啊 它的这个interest rate啊 就是说 它的这个利息的这个利率都可以都是多少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边的话呢 如果存2.5个比特币以下的话呢 它给你的年利率呢 是6% 2.5以上的话呢是3% 那以太坊 莱特币 USDC啊 其他的一些是分别是6.5 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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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那我刚才也说了啊 它之前是有USDT的 现在它把USDT拿掉了啊 应该是最近USDT出了一些问题 所以它把它拿掉了 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之前USDT是9.3 是最高的啊 当然的话呢 现在的话呢 USDC最高有8.6 它这个利息是怎么分配的呢 比如说啊 我们今年存进去的时候啊 我们的比特币 比如说是啊 1万美金好了啊 是1万美金 到明年的这个时候呢 比特币可能变到4万美金 那4万美金的话呢 它是按当时的价6%给你算的啊 所以呢 比特币涨的越高 你的利息就越高啊 同样的道理 以太坊 那如果是这些稳定币的话呢 它就会给的利息高一点 8.6 因为稳定币是不会变的 它一个稳定币就是等于1美元啊 1美金 所以呢 它当然利息就是给的高一点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大家就要衡量利弊啊 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 那我自己个人的话呢 肯定是比较倾向于比特币 或者是以太坊 还有啊 当然 我们在每次提现的时候呢 它也是有一定的手续费的啊 这边是它的手续费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每次提现的时候呢 大概是有多少个手续费 而且呢 你最多可以提多少个啊 在这边 它都是有限制的 OK 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 那当然话说回来啊 这个blockfire呢 其实它也不是全世界 每一个国家都适用 它有一些国家是不适用的啊 如果小伙伴们试了以后呢 如果你所在的国家 不适用blockfire的话呢 我再给你介绍另外一个平台啊 这个平台呢 我也把这个连接啊 放到我下面的描述栏里面 在下面描述栏里面 可以找到这个连接 这个交易平台呢 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 我也是每天都会在用的 一个叫币安啊 一个叫币安 英文叫Bandance的一个平台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在Bandance里面呢 这个如果你们注册以后呢 进来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界面 那进来了以后呢 如果点这边啊 金融业务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有一个币安理财啊 点进来以后呢 OK 我们就可以看到啊 它有这种币安宝啊 这种活期的啊 还有定期的 其实都可以啊 活期跟定期都可以的 我刚才忘了说一下啊 那blockfire的话呢 如果存入的话呢 一存的话呢 应该就是一年的时间啊 就是一年 但是币安的话呢 就是时间可以更灵活一点啊 灵活一点 但是呢 它的好处呢 就是可以灵活一点 但是呢 它的利率呢 要比这个blockfire要低 非常非常的多 OK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 在做定期的时候呢 币安是不可以做BTC啊 比特币和以太坊呢 它只能给你做一些稳定币啊 所以呢 这两个平台有好处 也有不好处 大家可以看根据自己的需要 自己做选择 OK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活期的话呢 年收入的话 1.2% BUSD6% USDT6% 这个就跟之前比就差太多了啊 差太多了 那再看一下定期 定期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它其实给了我们就三个选择 三个稳定币的选择 而且都是在6%左右啊 分别是这个7天 14天 30天跟90天 所以呢 它的这个产品呢 其实跟blockfire来比的话呢 其实完全不能比啊 而且它没有办法存比特币和以太坊 只能存这种稳定币 说实话 如果你这个长期做交易的话呢 可以把考虑把这些东西呢 放到这个BN上面 那如果 你是就像我一样 是一个Hodler啊 基本上 基本上买了以后呢 就放进去 基本上就不太会动了 这样的话呢 其实用blockfire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OK 而且blockfire的话 现在注册 还有最多你可以拿到250美金的奖励啊 那我这边再说一遍啊 那想拿奖励的话呢 在下面点击我的这个 描述来你的链接啊 你只有通过我的链接 你才可以得到 自己进去呢 是得不到这个奖励的 那我个人觉得呢 其实如果我们手上有些币呢 其实抵押给他们 然后呢 我们每个月呢 可以从这里面呢 赚一点被动收入呢 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可以想想啊 就是说blockfire上面呢 它最多可以给到8.6%的回报 其实说实话 这个回报其实已经是很高了啊 其实就算我们买股票的话 也没有人可以guarantee 可以保证 我们会有8.6%的收益 对吧 因为股票市场有高有低嘛 如果是在一个熊市的话 也是这样 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抵押稳定币的话啊 就是它这个东西不会涨 也不会跌 所以每年有保证的8.6%的回报呢 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有的人问 哈瑞 那这个东西其实这么好呢 它有没有什么弊端 因为一个东西一定有好的 有一个坏的嘛 对不对 那我跟大家讲解的时候呢 也不能只说这个东西的好 不说这个东西的坏 对吧 那它的唯一的坏处就是什么呢 因为现在呢 这个加密货币呢 在全世界来讲呢 还不是一个被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都同意 或者是得到过认证的一个东西 那比如说如果哪一天这些平台倒闭了 或者是这个平台上的这些币被黑客盗取了 那这些责任呢 其实就是要你自己承担了 政府不会帮你承担任何的东西 如果平台的话呢 平台如果 那平台会不会帮你承担呢 如果有一些比较有良心的平台 有可能会帮你承担 但是如果到了一定的级别 到了一定的数额 这个平台已经保不起的话呢 已经赔偿不起的话呢 有可能平台就宣布破产跑路了 这是唯一一个这个劣势啊 但是呢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给大家介绍的BlockFi 它有差不多40亿的资产在管理 它现在市面上基本上是一个非常稳定 而且他们做了这么久 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平台 那币安呢 其实也是啊 他们手里的资金非常非常的庞大 它可以说是全世界交易所最大的了啊 他们手里呢 最少也有20亿的资产在手里 那我觉得我们在选取这些 被赚利息的这些样的平台呢 一定要选好平台 选好的平台 选安全的平台 选稳定的平台 那如果你今天觉得这一期节目 对你有一点点帮助的话呢 你学到一点东西的话呢 在下面一定要帮我点一个赞好吗 那我也希望呢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根据自己现在手里持有的货币 来理智的去选择 到底哪一个平台对你来说呢 是比较一个好的选择 而且放多少在里面 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大家可以一开始先少放一点 先试一试啊 觉得不错了以后 之后再加 其实都是可以的 还有很多小伙伴啊 不知道在哪里去买币啊 我把我所有用过的这个交易所的购买币的连接 都放在描述栏里面了 大家可以在描述栏里面 针对你所在的不同的国家 找到不同的交易所的连接 好吗 那我也想知道 你们针对BlockFi 还有币安这种 可以用加密货币 收取被动收入的 这些想法 在下面留言 让我知道好吗 我会尽量回复你们每个人的留言 那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朋友呢 在下面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那个小铃铛 所以你下次不会来错过我发新视频 和直播的时间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